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开红盘的第一天 由于在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 从美国股市开始的话 这涨声势相当相当的凌厉 在我们再继续在这段时间里头 等一下来告诉大家 这个涨势领域当中的话 看出什么样的端宁 而且在开完第一天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操作顺利 倒是这里头有哪些重点 你应该特别了解到 尤其在今天台北股市就要开红盘呢 涨胜的力道 看起来有些加成加分加温的效果 能不能挑战万点 万点也只是一个过程 重要的是一旦来到高点之下 你的操作的态度跟角度又是如何呢 马上同样的为您邀请的是韦杰 韦杰你好 水人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新年快乐 是 真的是新年快乐 尤其我们在过年这段时间里头 所看到美国股市部分还不错 看起来涨势相对是凌厉的 再来看一下下 来看到这一段时间里头的话 涨势相对凌厉 那么谈服的比较里头 首先第一个 废半是最强的 谈服超过5.35个百分点 所以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会不会在半岛里族群的话 对于今天的掌声力道里头 会比较猛的地方 NASDAQ谈服达到3.84个百分点 SNP谈服达到2.57 以及在道琼部分的话 道琼斯也谈到2.14个百分点 倒是在韩国跟日本 却是一个逆势走跌 相对是比较弱的 您的重点观察 好 我们直接来看美国股市 在上个礼拜五收盘之后的一个表现 那我想在2月份开始之后 美国股市是延续着上涨的一个态势 但是2月份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已经快来到一半 但是它的表现却没有来得 1月份来得好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会指数 我们把这个2月份把它切开来 在这边 这边是从12月底的开始反弹 那这一波的反弹被美国人称为是 30年来最强劲的1月的行情 在史称叫做神奇的1月份 那所以在这个强劲的反弹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为了美国股市 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能够从反弹走到回升 垫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不过我们大概把画面稍微放大一点 到了上个礼拜四 盘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再放大一点点 我们来看到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基本上在短线上面的美股 是已经开始形成了短线的空头的走势 那什么会叫空头呢 简单来说就是高点没过 低点跌破 所以其实在上个礼拜三之后 见高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一波的回落 那当然在前面的这个多方的缺口 仍然是这一波反弹的 比较重要的短线的支撑价位 只要这个多方的缺口 没有去进行封闭 基本上这一波的反弹行情 还有机会持续在强势格局当中去做整理 但是呢 这就要看一下 接下来在科技类股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NASDA指数 在NASDA指数的部分 它跟道琼工业指数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道琼工业指数连续三天 是没有留下空方缺口 可是呢 在纳斯大克指数上面 是在礼拜四的部分 是留下了一个空方的缺口 还没进行封闭 那只要这个缺口没有去进行封闭 那么代表接下来科技类股 回挡的机会会越来越大 那么同样我们也把这个颈线的位置 画出来给大家 一样在这边 那就变成是这一个平台整理区的上缘 就变成是现在短线的强弱的关键价位 只要一旦跌破 那么前面这个平台整理区跌破机会就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我们利用这样条件的设定去做观察 那么你也不用去猜会不会回补 反正它如果够强 它就是会回补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在费城报道理指数 反弹的幅度是最强 反弹的幅度最强 也就是说在二月份这几天 农历年封关的时候 它其实是涨了超过五个百分点 那最主要是集中在两家公司 一间叫做NVIDIA 另外一间叫做台积电 NVIDIA涨超过十个百分点 而台积电也上涨的ADR 也上涨超过四个百分点 这两家公司是费城报道理指数里面的权重股 所以贡献了不少的全值在费半指数上面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间的涨幅全部扣掉 其实费半指数搞不好涨幅 大概就跟道琼工业指数差不多而已 所以在看到这一波也是一样 开始进入到了短线的空头架构 一样我们来看是低一点持续跌破的部分 而且还回补了前一波的多方攻击缺口 那所以其实接下来在费城报道理的部分 很有可能就会开始进行一波 比较整理的机会会居多 那么另外我们从视觉图来进行观察 这是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收盘的时候的表现 一样绿色是上涨 红色是下跌 板块越大代表占全值越重 我们来看到上礼拜五跌什么 跌亚马逊 好 跌苹果 那很妙 在一个礼拜的涨跌幅当中 亚马逊跟苹果这两家全值股 刚好一涨一跌 就是苹果涨的被亚马逊跌掉 被亚马逊跌掉 所以基本上纳斯达克指数 都是靠其他的科技类股在攻 比如说什么脸书 比如说像微软 或者是其他的半导体产业族群等等 所以其实在科技类股的部分 还是留下了一些跌升反弹之后的一些表现 能够让人家觉得说 接下来在第一季度的行情当中 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能够跟上费半指数 那么重点就在于台积电接下来的表现 另外我们比较重要关心是画面的左下角 在金融类股当中 基本上它在这一波台北股市封关的年价期间当中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金融类股开始出现 反弹之后转弱的行情当中 代表着美国股市在新春开红盘之后 台北股市有机会在极短线 也许在上半周 它会来反映美国股市的涨幅 可是到了台北股市下半周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毕竟在2月中过后到3月1号 别忘记3月1号90天休战期要到了 那如果在这期间当中 中美之间没有达成所谓的协议 那么到了3月1号 就要确定把10%的关税调到25个百分点 那么这样子还会再一次的 对于全球的股市造成冲击 所以其实在新春开红盘 大家稍微短线庆祝一下就好 后续在中长期的发展 还要持续留意一下国际股市的变化 好 在一连串台湾当中的话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说 为什么所看到一些经济数据部分 可能不理想 为什么美国股市始终还在涨升当中 甚至于还能够有所突破 再一点半导体族群不是很糟糕吗 为什么半导体族群里头的话 尤其爆发在台积电身上 竟然相对稀里 相对涨势更加的强劲 那么延烧到国内来 这些相关的半导体族群身上 或者是台积电本身 这么最重量级的全职对台北股市 但是洞见观瞻 这指标性题材 这里头的解读 我们稍后一一来看 因为新闻面当中的话也都有 首先第一个来看到 美国消费区管之下 企业获利还是有压子 这一点的话 虽然有不少利空消息 可是呢 为什么美国股市始终还在涨升当中 利多点火 新市场股会又形成是一个双涨的局面 特别强调还在新市场方面 全球股市又该怎么掌握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在这个礼拜他公布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消费者信心指数 除了是针对美国所有消费者 在消费的力道上面的一个展现之外 同时也代表着美国的消费者 对于股市的信心程度的强弱 那通常这个指标 我们在跟股市的联动上面 是呈现一个反方向的一个解读的指标 所以其实在整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之后 如果又呈现一个信心爆棚 那代表这一波的反弹 真的套到了很多散户 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利多出境的现象 另外企业获利有压 这是我们过去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就一路的提醒大家 到目前为止即便美国股市在2月份持续的反弹 都没有改变在今年度标普500大企业 或是全美国企业对EPS往下修正 预估的这个趋势的改变 也就是说股市仍然是处于一个空头的跌升反弹的架构 因为在整个基本面的部分 不管是在营收还是在EPS都是持续下滑 尤其是在这个EPS下滑的过程当中 大家别忘记 这个EPS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减税过后的数字 减税过后的数字已经开始掉到零轴以下出现了负值的现象 就代表基本上如果扣除掉税的因素之外 因为减税对企业是利多 如果把这个利多因素拿掉 那税退的数字是不是更大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美国的企业财报来说 第一季的预估状况基本上很差 所以大家看到美国股市还是持续在高档强势震荡 这个涨两个百分点 我个人不会把它解读成为是强势 我反而会把它解读成为是一个震荡 因为到了上个礼拜的下半周 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 光是一个库德洛的谈话 就可以撼动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的行情 而且下跌的幅度是非常的大 再加上欧元区的整个德国经济的表现 还是非常的差 那么带动整个欧元区的一个股市大跌 那德国股市要特别留意一下 很有可能这一波又会开始从欧元区的股市下跌 开始对于美国的市场造成一些相关的影响 那么当然在这一波市场当中 新兴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在风光之前 股会双涨 那么所谓的新兴市场 我认为我们就直接把焦点聚焦 在中国市场当中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在新兴市场的一个权重占比 是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去 在风光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人民币的升值期有机会 为中国的A股带来一波 短线的跌升反弹的一个资金行情 不过后续人民币的升值的快慢 就会变成是观察的重点 这一波人民币的升值 基本上它代表的是 对于美国相关贸易协定的一个妥协 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快慢 会影响着整个A股 它到底是一个短线的跌升反弹 还是有机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中线的回升行情 为什么 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开始变慢的时候 它会造成外资有套利的机会 这一波A股的反弹 它是从新加坡挂牌的A50期货 开始带动领先上涨 而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 新加坡的A50期货涨了15个百分点 相较于上证 涨了不到8个百分点的幅度来讲 其实很明显就是外资领导内资 去做上涨的一个行情 所以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变慢的时候 造成外资有套利的机会 那么未来人民币升值 就会变成是1980年代的 日本花园广场协议第二 那在外资炒作过后 资产过度膨胀 再一次的把泡沫留给中国 那另外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 会造成实体经济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认为 在A股的短线的反弹市场的观察上面 我们会觉得人民币 它基本上虽然是升值 可是人行在投放流动性 为的是在春节之前 让所有的企业流动性 能够有一些平衡的效果 并不代表A股 已经开始出现回升的行情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讲 从人民币 什么去观察A股的一个发展 好 这听起来的话 还是有些扭曲的过程在里头 所以还特别去检视它 那么在整个过程里头的话 还是会听到韦杰他进入的解析 倒是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更重要的话题 就是在台北股市部分 就要开红盘了 能不能看着美国股市 这个涨势力道之下的话 台北股市跟着开红盘 甚至于开始冲破万点的行情 诸事大吉 台股开红盘要拼万点吗 台股今天如果拼开红盘的话 半导体族群 刚刚的话题留了个伏笔 半导体族群能不能看望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性的过程而已 好 其实台北股市今天短暂性开红盘 甚至收红的机会 我认为都还蛮高的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没交易的时候 新加坡的摩胎值 在这一段风光的期间当中 其实上涨了将近快两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台北股市 在开红盘回来之后 是有机会补上这个行情的 所以我才会说在短线上 台北股市是有机会 把没涨到的补回来 可是在没涨到补回来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忘记 国际的这些相关的变数 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其实今年2019年 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当不稳定 相当动荡的一年 怎么说 在整个资金流的部分 全球两大央行 要面对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 什么叫决定性改变 FED的这个缩表的时程 这个鲍威尔说 它会进一步的去做审核 然后呢市场上把它解读成为 缩表今年有可能就暂停 第二个重要在欧元区 欧洲央行的德拉吉 在今年十月份 他届满要退休了 所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之后 要开始积极的寻求 下一任欧洲央行主席的 接任人选 到底是鹰派的这个 德国的央行主席 威德曼会当选 还是接下来其他的 鲁派人选会当选 这个都攸关于全球经济 或者是资金面的一个流动的影响 所以其实在整个利多点火的部分 还是觉得短线上面有机会 但是中长线还是要看一下 国际股市的变化 好 倒是我们特别是在追问一下下 更切入在台并股市这一块的话 今天看起来开放盘几率是比较高的 只不过开放盘当中的话 这涨胜率到这一天两天还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暂性 或者是能不能有进一步的观察重点 好 报上其实今天的这个报章杂志已经讲到 但是我们刚刚在解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讲 半导体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但是呢 大家留意一下短线的半导体 的确它的涨幅只集中在两档的全资股上面 包括像是台积电 包括像是NVIDIA 那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的是说 在第一季其实台积电确定它的营收 是一定会下滑 那台积电怎么去看第二季以后的行情 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甚至呢 在这个上个 在封关之前这个大力光它公布的这个营收 12月份的营收 1月份的营收好像都还不错 都有相对12月份营收有一些成长 那么不排除是短线在农历年之前的补库存的效应 那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是短线的 还是说未来它真的会持续的补库存 会带动整个台北股市的相关的电子股往上涨 这个都还是要看一下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所以其实在今天的半导体当中 开红 收红甚至往上涨都不太有太大的问题 在短线上面 不过这个长线来说 台积电就目前来看 它并没有去调整它全年度 整个财测的下修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认为 全年度的科技产业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观望 比较恰当一点